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你怎么样能够大学四年 就只是这大学四年你怎么能过得舒服一些 我只是想为大家提供这些建议 所以就是一个高大老虎大学的一个入门攻略 然后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首先是这些网站 这个有刚刚杜爽学姐提到的 也有杜爽学姐没提到的 当然我这里杜爽学姐那个论文网还有什么 high career我这里是没有给的 然后稍微给大家介绍一下 刚刚杜爽学姐没有介绍到的 首先左边这些第二个 抢客的这个定时网站 这个是干什么用的 您登录这个网址之后 它会有一个类似于搜索引擎的搜索框 然后你去搜索框去 输入这个抢客的网址 sugang.career.ac.kr 那样的话它会给你定时 定的是什么时呢 定的是你这个 就是这个域名的服务器 它的域名上的时间 这样的话有助于说 在那个领响的当时 就是正点 就是在抢客当时 你能第一时间去做出你的反应 去抢到这个课 纯粹是这个作用 以后大家是自己去选课的时候 大多数都会去网吧 然后经常就会听到 比如说是 韩国时间是十点抢客 十点的时候 去网吧都是 叮叮叮叮 然后一铃响 所有人就开始敲锦盘 敲锦盘点鼠标 就是这样的场景 用的就是这个网站 我个人感觉还是比较有用的 然后这里给大家推荐一下 下面包括课评 然后Portile 就是学校的官网 图书馆 宿舍 不知道大家有住宿舍 住学校宿舍的吗 住的都是 CJ CJ 然后男生是 啊 阿南2 我原先也住那 然后宿舍这个网站 大家就 如果伸到宿舍的话 应该都是知道怎么用的 没伸过宿舍的话 如果哪天想伸宿舍了 宿舍我觉得还是可以伸一伸 住一住的 就是 怎么说 不管怎么说都不亏 然后宿舍网站也给大家推一下 Rest Life Their Career Their Career Their Care 然后右手边这几个 是大家学期内不会特别常用 但也算是常用的网站 首先第一个 Global Service Center 包括向国际处的 这个交换生 还有一些国际处 出来的一些什么 应该叫什么 Kunotang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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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几个 国际夏季大学 国际冬季大学 这个是区别于 Kunotangasin 季节学期的 这个是跟季节学期 是不同的系统 干什么用的 很简单 假期上课 然后这个上课呢 根据学 就是你学科内 学科行政室的认证情况 你在这里面上的课 可以认证为 你对应的课的学分 比如说我上 国际冬季大学 然后上了这么一节课 叫做国际经论 实际上课用的是中文 因为那一年来 这是华人老师 上课用的是中文 然后呢 最后给我认证成了 我英讲专业课的成绩 所以这两个网站 就是假期 可能有不想回国的 或者想晚点回国的 然后在韩国 不是很想打工 想上课的 万一有这样的同学 这两个网站 我是觉得很有用的 然后国际处交换项目 单独有这么一个网址 study abroad their creator is their care 这个会更直接 下面 跟大家息息相关的 就是各大学的官网 因为各大学自己 根据大学不同 大学内部也会有 什么奖学生 Tangasin Program 还有一些交换项目 还有一些 就是什么实习 Intership 这种东西 在各大学的官网 也会贴 所以呢 就私心推荐大家 平常天 每天都要check一下的是什么 这个Blackboard KU 左边倒数第二个 KU LMS 这个是 包括你去上的课 教授 绝大部分教授 会把他的讲义 还有你 会把他的讲义 放在这个网站 然后还有你 以后要教什么 个人的夸材 什么的 也都是 绝大多数情况下 会教在这个网站 所以每天要check的 Potter Blackboard 然后呢 就是各大学的官网 私心推荐大家 就是每天 最好都check一下 然后这些app呢 是我平常用的 比较多的app 有可替换项 给大家说一下 首先上面那五个 学习项的 简单介绍一下吧 KU Schedule 这个是高大的一个 就是大家的一个成绩 可以看自己成绩 不是成绩表 课程表的这么一个app KU Schedule 然后Blackboard 就是刚刚给大家提到 那个网站 Blackboard的网站 它的app 然后呢 KLIB 这个是高大的 高大的那个图书馆的app 包括大家可以预约什么 自习室啊什么的 是可以在这个app上 直接去预约的 然后 Never Sutter Never词典 这个我想不用我说了 他干什么的大家都懂 学堂在线 这个是国内的 这个是清华大学主 开的一个 木课平台 就是如果说大家 平常学习有什么困难啊 或者是 有什么地方听不懂啊 这种 可以去这种类似的 木课平台 去找类似的课 然后来听一下 我是觉得很有用的 然后 我平常用的多 就是学堂的线 然后 像其他有什么 中国木课网什么的 反正这些木课app 会很多 大家挑自己喜欢的就好 下面这六个 生活向的 第一个R8 我们找R8用的 找兼职用的 可替换像是R8圈谷 iOS的话都是要 行区下载 如果没记错 第二个 Bank Setted 这个是 行区下载 然后 我主要是用来 随时检查自己 银行卡内 就是账户余额 主要是这么一个用处 然后 它可以比较直观的 首先是比较好用 比一般的什么 银行的那个 官方hap都好用 我是觉得 再一个 你可以直观的 看到你的收入 跟支出 通过这个app 所以我是觉得 比较有用的一个 第三个 coupon 购物网站 相当于 淘宝天猫这种 然后可替换像 大家都知道 什么Gmarket 什么CBG朋友 都是可以替换它的 coupon 我个人用的是最多 大家反正 自己习惯就好 下一个 never地图 可替换像 Cacao地图 就是地图软件 大家都懂 第五个 分寒 我想大家都知道 也不用我多介绍 都知道吧 分寒 都知道吧 就是华人的一个 在韩国的一个论坛 网站 然后呢 有这么一个app 单独的app 大家包括什么 找 找什么工作啊 就找兼职啊 或者是找房子啊 什么的 反正这是一个 很综合性的论坛 大家都可以通过 这个论坛来解决 最后一个穿梭 iOS是还去下载 Android 不太清楚 这个是一个手机上免费的 海外回国内的VPN 这个我相信是绝对有用的 然后因为穿梭是手机上是免费的 所以大家就 如果说电脑什么有需要的话 是另外要付费的 但是手机上穿梭是永久免费的 大家可以去利用 海外穿国内啊 海外回国内 主要用处是什么呢 我的主要用处就是来听歌了 那下面 让大家舒服的下面一点 吃喝玩乐系列 喝玩乐我都勾了 因为安言这片 实在没什么可玩可乐的 就主要是 推荐一下一些马技 首先就是大家在 万一想通过饮食方面 节省生活费的话 最节省生活费的方法 当然是每顿泡面 加面包 或者中港地下那边 汉堡王 天天去汉堡王 肯定是很省钱的 但是呢 肯定对身体不好 就是大家所见 我来韩国其实是 我来韩国之前是150斤 但我现在是120斤 就是 就是第一年 不好好吃饭 给自己造成这个样子 所以呢 更理性的省钱方法 自己做饭吧 自己做饭是 肯定是比顿顿在外面吃要省钱的 这个是一定的 然后如果说 想出去吃的话 我给大家推荐是 因为我是比较 生活费相对比较拮据的 所以我给大家推荐的 都是相对便宜 每一类当中相对便宜 然后呢 不敢说 一定会吃饱 但是一定会吃得很好的 首先校内 性价比最高的是 校内学生会馆的二楼食堂 不是一楼那个自助 二楼食堂 一楼那个自助 我是真心觉得 性价比不怎么高 我不知道现在怎么样 那二楼市场 我是比较愿意去的 平均价格四千以下 就是基本没有超过四千的 最多四千二 如果没错 四千二四千五左右 所以这个市场 我是强烈推荐的 就唯一缺点 就是样不多 就是一周 每一周一循环吧 每一周一循环 差不多是这个层住 然后样不是很多 但是好吃 就够了 再一个 中保 中保内厢汉堡王 这个好在哪儿 离自习试金 就是比如说六点下课了 六点下课了 跑到这儿来站个座 我饿了怎么办 书包整这儿 汉堡王走起 比较省时间 比较省 比较省时间 比较省精力吧 但是垃圾食品 大家自己斟酌就好 然后呢 下面这两个都是在 阿盐站附近的 正门其实也不少 但是篇幅问题 我就没有多写 正经馆后门 出了后门 大家去 出了后门往右转 再走到一个 相对十字路口的那个地方 有个Kulun Testa 卖什么呢 卖Punsi 就是像什么Kimba 像什么紫菜包饭 像什么拉面 这个地方是人气很高的 不管韩国人 还是哪国人 这个地方是一定会知道的 因为相当便宜 相当便宜 量钱 而且好吃 而且量大 Kulun Testa 然后就是这个东西 第三个图 再一个就是 大姐家饭店 住宿舍的同学 可能会知道 出了那个正经馆的后门 又转一路往前 就会找到这个大姐家饭店 他家不敢说多好吃 也不敢说多饱 但是 一想图进 二想吃中国菜的 这家是没错的 但是提醒一下 不一定吃得饱 但是我的饭量 肯定是吃不饱了 大家可以自己去尝试一下 街南部分有什么呢 麻辣烫 推荐新龙福 就是顺着街南一直走 大家就一直看 左手边二楼 左手边二楼 找着找着 一定会找到这家 新东铺 麻辣烫 它家麻辣烫 我是比较愿意吃的 分 跟其他麻辣烫也差不多吧 分清汤 威辣中辣 特辣这种 然后价格呢 是麻辣烫 麻辣烫的价格是 6000 每150克是6000块钱 不是 每150块块 6000起 每150千克是1000多少左右 而我是觉得价格还可以 然后呢 烤肉的话 自助烤肉的话 一定是这家 这个稍微有点难找 因为一直要走到 再往南走 走到那个快接口的地方了 然后在胡同里面 是这个东西 自助烤肉 它有一个三种母汉粒皮 就三种肉的母汉粒皮 自助 总共一个人是 现在的价格是12900 我是觉得 是相对还算便宜的 当然人越多去 越能吃灰本啊 这个提醒一下大家 人少去肯定吃不灰本 但人越多去 本肯定是能吃回来的 然后 再讲的话 就是一些比较细微的东西了 我会讲的比较细 所以就是 让大家更舒服一些吧 首先抢课这个东西怎么抢 抢课网址 大家都知道了 然后呢 首先抢课的流程是什么 抢课流程 它会在抢课之前 一个月左右吧 一个月或者半个月左右 先公示出来 下学期我们要看哪些课程 然后呢 大概这个公示了半个月左右 会开这么一个东西 关心科目登陆 关心科目登陆 这个是什么东西呢 关心科目这个就是 相当于一个预选课 你可以按照你的最大学分 你能选的最大学分 你去排一个课表 然后呢 去把这些课选为你的关心科目 机制是什么呢 每一个课都有人员限制 可能会分学年 可能会不分学年 但是有人员限制 对吧 然后如果选 实际把这门课选做 关心科目的这些人 总人数没有超过 人员限制的话 这些人是默认选上这门课的 在这个申请结束之后 是默认选上这门课的 比如说举个例子 会计学员礼 这是我们经营大的一门 假设定员40人 就最多要40人 每个年级的定员是10人 那如果说 我大一总共有10个人 或者9个人选了这门课 在那个关心科目的时候 那关心科目登录结束之后 申请结束之后 这10个人或者9个人 是自动选上的 但万一是11个人怎么办 大一有11个人选这门课怎么办 对不起 抢课的时候 所有人重新抢这10个位置 不知道听明白我的意思没有 这是有学年限制的情况 没有学年限制 就比如还以这个 快学员例子的例子 定员40个人 但是没有学年限制 就是4个年级加一块 关心科目申请的时候 不超过40个人就可以了 超过40个人 对不起所有人去抢 这40个位置 那万一38个人怎么办 这38个人都默认身上了 对吧 那抢课的时候 如果还有人想抢这门课 千军挖马过度不巧 抢这两个位置 所以这个怎么说呢 这个机制出来之后 是被我们老学生吐槽了的 吐槽很久的 因为感觉没什么卵用 而且还让自己平天烦恼 但是在选课 正式选课的简便度来讲 这个还算是简便一点的 正式课程申请 就是平常的抢课 最后一个课程调整 Add and Drop 韩语叫成整 这个期间是干什么 你可以调整你的课表 不想要什么课扔掉 还想抢什么课去抢 是这个时间 成整 成整期间 这个时间呢 是没有任何的学年限制 就是总共定员剩下多少个 大家就去抢这几个位置就行了 理解我的意思了吧 然后课程呢 分两类评价系统 绝评跟相评 什么意思 绝评跟相评 就是按教授 绝评就是按教授已经定下来的 按照教授给你定下来的 这个分数系统 比如说什么初勤站20 什么夸再站30这种 整个一个定分系统下来之后 你多少分能到A加 多少分能到B加 按照这个已经定好了的 95分到A加90分到A 按照这个定好了的成绩等次 然后按你这学期的表现 给你划分一个成绩 数字的成绩 再按这个数字的成绩 去给你排这个等次 这是绝评 就是你只要学得好 就是可能你学习不擦地 但只要你学得好 你就可以有可能拿A加 但相评是个什么东西 相对评价 就是你在班里的相对位置 可能你学得很好 但偏偏你最后的成绩是 班里的第40 比如说50个人 你是第49名 对不起 C加 就是相对评价 是按顺位来排的 绝对评价 是按你真实的成绩 来决定你的等次 然后哪个好呢 没有绝对的好与坏 大家自己斟酌 专业课 经营大的英奖专业课是绝评 但别的专业我就不是很清楚了 大家选课的时候可以自己注意一下 那抢课 抢课还是要策略的 策略是 我的这些策略 仅给大家提供参考 首先课表要提前排 在这个 我是习惯在关心课目之前提前排好 一般来说是 课程公式当天我就要排完了 这是我的习惯 不用这么着急 但是关心课目之前排一下 最好是排一下 自己心目中的一个完美课表 到时候抢课 按这个来抢是最好的 对吧 然后实际抢课当天 尤其是在成重的时候 记得提前两到三个小时 去往马上抢座 不提前两到三个小时 你是抢不到座的 就给大家举 给大家讲一个真实的例子 就前两天 因为现在还是假期 前两天我大三选课的时候 我早上十点抢课 我九点半去网吧 就已经快没做了 这是假期 同学们 这是假期 这帮人都不回家的吗 这帮韩国人都不回家的吗 可笑什么 我平常那个时间去网吧 就是早上九点半左右去网吧 因为我是去R吧 上夜班回来吧 去网吧 平常是没人的 那个时间平常是没人的 就我进去之后 诺大的网吧就我一个 但那天人是满的 我抢课那天人是满的 还是假期 所以大家就 真的遇到成重 学期内抢课的情况下 要提前两到三个小时 去网吧抢座 或者让朋友帮你抢座 是绝对没错的 然后抢课之前三十分钟 十点抢课 假设十点抢课 九点半 你一定要登陆这个系统 登陆这个系统之后干什么 一直要去刷这个页面 为什么 因为如果 高大的系统有这么一个机制 五分钟或者十分钟 在这个页面不操作的话 你是会被自动踢出系统的 所以如果你不去刷这个页面 最后可能就会导致 实际选课的时候 你掉链子了 叮叮叮 铃响的时候 你发现你被系统踢出去了 因为我有朋友 真的是遇到这个情况 连续两次选课是这个样子 所以给大家引以为戒吧 然后网页分页手速训练 这个其实就是 大家自己抢课的时候 调整自己一个鼠标 就是鼠标怎么去点 练自己一个肌肉记忆的过程 这个 自己习惯就好 抢完课了干什么 抢完课了要买书 对吧 买书怎么买 对于土豪呢 还有韩文英文大佬呢 那就 教授说原本书 你就买原本书就好了 好在哪呢 教授因为是用原本书来讲嘛 所以你会完美地对应教授的讲义 然后教授如果说 在书上出了什么题 你也不用担心说找不着 缺点在哪 一直看韩文 一直看英文容易自闭 知道吧 而且在韩国买书 大家买一次就懂了 巨 贵 然后在韩国买书的话 主要常用的买书地点 这么几个地方 中广地下那边 有一个unistore 是咱们学校专门的书店 然后每一个学期要什么书 其实是教授都会告诉unistore unistore会来进书的 然后有一些像自己印的书 印的那种册子吧 类似于册子的东西 是在那边中央图书馆的复印室 有一些是在那边买 还有一些像生活汉字 是在汉文学科的办公室 那大家想网购呢也可以 但是网购网站我就不清楚了 大家自行斟酌 那看韩文看英文 比较头疼的同学们 当然你可以选择在国内买书 或者去度娘去搜一些PDF 中文版的PDF也可以 优点是什么 看着方块字顺眼 对吧 不用自闭 那缺点是什么 教授留题你可能会找不着 因为毕竟业数不一样 再一个 如果你在国内买书 肯定是在来韩国之前就买了 对吧 万一这门课你要没想着 这钱不是百花了吗 所以需要一个预判 还有对自己手速的一个信任能力 相信 我坚信自己这门课 我一定能抢到 我买的这个书钱不白费 好吧 还有一种可能是二手书 就是咱高大有专门的 其实不是高大 是中国留学生自己 高大的中国留学生自己 有这么一个二手书的群 大家有了解的话 可以等一下 给大家拉进那个群里 其实也可以 但是交易需谨慎 因为二手书嘛 被之前被人造成什么样 其实是不确定的 这个自行斟酌 但便宜是肯定便宜 三折左右 三四折左右 就会拿到原来的那本书 这个苏杠 韩语苏杠什么意思 听课 这个其实就是 像刚才杜桑学姐说的 怎么样的一个听课态度 首先第一周是 所谓的试奖周 什么意思 你可以不去听课 不会算你的出行 但问题在什么 所有的教授都会在这一周 公布他的 就是这门课 是一个怎么样的评分标准 所以这门课如果不去的 第一周的课不去的话 是比较可惜的 或者说 我个人认为是比较傻的 因为你会错过 跟你最有用的信息 就是你拿这门课 你选这门课 你会拿什么样的分数 所以第一周不听课的人 全部定义为啥字 好吧 然后出勤这个东西 不管说有没有出勤率 这一门评分标准 还是建议大家 能不落下就别落下 早上起不来 你迟到半个小时 你也别落下 去不去 迟到跟不迟到是一个问题 但去不去就是另外一码事 对吧 不计出勤可能还好一点 但不计出勤 你这节课不去 不是拉了一节课的知识吗 回头 欠的债要还的 欠债多了 那还的可就要更多 对吧 再一个课题跟发表 刚才杜桑学姐也说了 课题发表 还有小组项目 这种东西 做是一定要做的 最好不要拖后腿 因为拖后腿 你会发现 虽然deadline是第一生产力 但是越拖后腿 你会发现 总有那么 一学期总有那么几天 是一大堆 各种各样的课的 发表 课题 小组项目 是对在那一天的 完全可能 那这个deadline 你赶得过来嘛 对吧 所以提前做 是最好的 再一个 为什么说态度问题 极端点的例子 可能你真的 什么都不会 就是跟韩国人一起 即使你不用英语 你跟韩国人 用韩语 作为一个小组项目 真的是 你很差 你非常差 韩语说的也不好 韩国人说什么 你也听不懂 专业知识 偏偏你还不足 你什么都做不了 最后人家只能 给你挂棉挂在那 这个时候你怎么办 模拟的时候 你参加一下 小组听不出的时候 你参加一下 然后呢 人家在做东西的时候 你给人 你给人家买瓶水 买个披萨 这都是你见到心意了 这也是你能 把你的态度表现出来的 这也能表现出来 你的态度 也不至于说 你什么事都没做 对吧 但是你真的 什么事都没做 一言不乏 到那一处 往那一处 Porker Face 往那一处 最后人家挂名 都不想给你挂 知道吗 大家摄身处地 想一下 如果你是韩国人 或者不一定是韩国人 你碰到这么样 一个组员 你愿意挂他的名吗 对吧 所以态度是重要的 即使你什么都不做 你请人吃顿饭 也是你尽到心意了 这个例子比较极端 但是相信大家 相信大家都会在 听部当中找到 适合自己的位置的 然后考试 咱们高大的考试周呢 是星期来讲 是周五到下一周的周四 是考试周 但是周五的课 一般都是在 这个考试周结束之后的 那个周五考 一般来讲 考试周是怎样 那复习周怎么安排 提前一周或两周 大家就可以考虑复习了 个人建议提前两周 因为提前一周的话 万一这学期这些课 比较难 比较恶心人 比较容易让你自闭 提前两周复习一下 给自己一点 缓冲的时间 对吧 学期中 这个主要我想说什么 就是像 多长学在刚才说的 什么高原站 什么铜阿里 这种 应该叫什么 课余活动 对吧 课余活动 高原站 虽然说我只去了一次 因为我去的那一次 高大零比五输得 有点惨 就是总共五项项目 但是零比五那年 被踢光头了 所以我对高原站 没什么感情 之后高原站 我也没去过 但是不得不说 高原站是一个 跟同学 甭管是跟韩国人 还是跟外国人 还是跟严大的 我们的 应该怎么叫 同学 跟严大的朋友们 就甭管跟谁 都是一个很能 促进感情的一个过程 一个机会 这是高原站 就最开始去的时候 包括应援 可能会很 害羞 可能会很害羞 但是 真正的喊起来 音乐 音乐一响起 音乐团 传探着这 所有人都会 嗨起来 那个瞬间 是真的是 你把自己 融入进去了 你才会真正的 感受到高大 或者说 韩国大学 这种团体的 这种魅力 然后 刚刚 杜桑姐姐说的 就是高原站 最后一天结束 在那个安岩 那条街会封路 封路 通宵让他们玩 我们野花叫 泵野狄 那个就是一个 泵狄天堂 大家喜欢 泵野狄的 那块绝对是个好地方 奇妙的组合 什么意思 高大严大 怎么说呢 真韩国第二大学的组合 真韩国第二大学的 就这俩 高大跟严大 然后呢 万年死对头 但偏偏就在这一天 高大跟严大 是玩的最嗨的 能在一起玩的最嗨的 就管你什么高大严大 管你什么老鹰老虎 大家都是一家人 我管你是哪儿的 对吧 嗨起来就完事了 这是关云站 然后像其他的 可以交到朋友的 或者说 提升自己能力的 或者说 可以 在大学 可以很 社团是 每年都会那些 是每年还是每学期 我记不太清了 因为我自己没有参加 每次我都错过了 但这个童阿里 私心建议 大家如果 因为咱们高大的童阿里 种类是真的很多 就 差不多是 只有你想不到 没有他们做不到的 就是 种类很多 很烦 很丰富 所以大家 的兴趣 基本在这个 纳心的时候 基本都可以找到 童阿里 还是建议大家 参加一下的 然后校庆 是每年的春季学期 每年都会请明星来 像前年前的是 去年请的是黑粉 Blackpink 今年请的是谁 我忘了 去年请的妈妈 记不清了 但是校庆是 这个不是跟朋友 不是能跟韩国同学 一起嗨起来的机会 但是 可以近距离追星的机会 谁不想要 对吧 校庆 然后像一些 校内其他组织 比如说Quisa 就大一大家可能 接触最多是Quisa 刚才杜上学姐 有做介绍 我就不多说了 然后还有一个是 IGE 国际 叫 应该叫什么 IGE的一个 Mental Program 大家会有 自己的一个Mental 然后这个Mental 是人来干什么的呢 给大家提供他们 真正学习上 生活上 各种各样方面的建议 Mental是真的很有用的 一个工具人 这么说 虽然不太好 毕竟是前辈啊 但是 作为一个工具来讲 Mental Program 是一个相当不错的选择 我讲的这些东西 Mental到时候 你把这些东西 甩给它 它会 比我更详细 两倍的 再跟你讲一遍 所以Mental有多重要 大家就清楚了 那 我主要先讲这么多 覆盖的是 学期内 大家可以涉及到的 一切活动 没有什么很高大上的东西啊 就是大家可以很 可以度过玩一整个学期的一些小攻略吧 小tips 然后呢 我这里 我的发表就到这里结束了 然后也祝大家大学四年 能够在高大 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 然后度过一个 精彩的 精彩的 愉快地 吃个午 吃个午 就希望大家有这么一个 很好的大学生活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